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顶峰相见 说的应该是赵丽颖和何老师吧 一个是最佳主持人 一个是最佳女主 金英杰成就了赵丽颖和何老师的梦想 两人终于在顶峰相见 看着他们和谐和自然的相处 不得不说 很有了一当年的感觉 继飞天奖后 赵丽颖又在金英杰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凭着许半夏这个角色 她再一次拿到了最佳女主 可谓是实至名归 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 而身为好友和老师 那是毫不吝啬对她的夸奖 当然更多的是祝福和感叹她的不已 可以说 这一届的金英杰是热闹非凡 众星云集 提名的人基本上也来到了现场 在公布赵丽颖获奖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是心服口服 而且还送上了最为真挚的祝福 一袭白色礼服长裙的赵姐 看起来是优雅万分 时尚的短发和俐落的眼神 活脱脱许半夏的济世感 愈发有大女主的济世感 走在舞台上的她自信明媚 早已褪去青涩的她 看起来多了一份成熟和坦然 这是她第三次登上了这舞台 应付起来自然是游刃勇余 没有包袱的她 很是轻松随意 不过这份自在 最终还是被何老师打破了 在赵丽颖发表了获奖感言后 何老师还特意让她留下 代表节目组给她送上了祝福 一段视频 让她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果然芒果台没有让网友们失望 视频中都是播放了赵丽颖演出的电视剧 而剪辑的台词更是深入人心 十几年的成长和蜕变 仿若隔世 可以说草根出生的她 是真的不易 视频结束后赵丽颖在发言 也是忍不住要哽咽 差一点在舞台上落泪 而何老师的暖心安慰和祝福 更是让她难以自己 想当年 两人的友情是全网皆知 不少人还是希望他们在一起呢 不过可惜的是 两人是纯粹的友情 不带一丝丝男女的情意 好在这一届的精英节 让所有人如愿 看到他们站在舞台的那一刻 不得不感叹岁月静好 他们依然美好 两人结缘于芒果台综艺节目偶像来了 赵丽颖是嘉宾之一 比起其他大牌女星 她算得上是小透明一个 因为不善于交际 也不太会奉承 她并没有太大的亮点 而会演戏在一众女星中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而直肠子的她也很容易得罪人 不过身为主持人的何老师 看到了她的拘谨 不断地给她支持和帮助 让她快速融到了集体中 不得不说 何老师情商是真高 赵丽颖也挺依赖她的 两人也是贡献了不少名场面和台词 看的观众是真的出戏 而两人拍摄的民国艺术照 也是非常有感觉 真的很有氛围和甜蜜 不过可惜的是 后来的两人只有在向往的生活 以及芒果台综艺节目上有过合作 其他的节目 就很少看到他们的合体了 不过好在精英节是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让他们在最为耀眼的时候同台 不得不说这就是云呢 祝福他们未来有更好的成绩 期待赵丽颖在电影节目上的建树 也祝福何老师 综艺节目一路长红 二 赵丽颖首风精英事后却遭质疑 评论区曹生一片 粉丝 实至名归 赵丽颖在风吹半夏中的表现 无疑是她演艺生涯中的右翼高峰 这部剧里 她饰演的许半夏 一个性格坚韧 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 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 赵丽颖将角色的复杂情感 拿捏得恰到好处 无论是面对困境时的坚持 还是面对爱情时的柔情 都让人感同身受 她的演技 在这部剧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也让观众再次见证了 她的实力与魅力 然而 当昨晚的第32届金英奖颁奖典典礼上 赵丽颖凭借风吹半夏 荣获金英事后的消息传出时 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许多网友质疑赵丽颖的这个奖杯的水分太大了 这个奖项 对于赵丽颖来说 既是荣誉的象征 也是争议的焦点 回顾赵丽颖的演艺生涯 可以说是一路走来 风波不断 从早期的默默无闻到如今的当红女星 她经历了无数的挑战与魔力 在演艺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 赵丽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逐渐展露头角 可事实是成功的背后 总是伴随着无数的质疑与争议 赵丽颖的演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早年间 她曾因演技稚嫩而被受批评 甚至有人质疑她是否适合走演员这条路 但她从未放弃 而是选择用作品来证明自己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的演技逐渐成熟 塑造的角色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即便如此 她依然无法避免争议 在金英奖之前 赵丽颖曾多次措施重要奖项 每一次的失利 都让她更加坚定地走在演艺的道路上 也让她更加珍惜每一次的机会 她深知 只有不断努力 才能让自己更加优秀 才能赢得更多人的认可 然而 当金英奖的奖杯终于落到她手中时 却引发了新的争议 有网友质疑 赵丽颖之所以能够获奖 是因为提前内定了 他们认为 金英奖的评选过程存在不公 甚至有人指出 一些竞争力强的演员 因为提前得知了结果而选择了缺席 这场风波的起因 其实与金英奖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无关系 金英奖作为国内重要的电视奖项之一 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可是近年来 金英奖的评选结果却屡次引发争议 有观众认为 一些获奖作品和演员并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和水平 而是一些流量明星和热门剧集占据了优势 在这种背景下 赵丽颖的获奖自然成为了众矢之地 有网友表示 虽然赵丽颖的演技有所提升 但并不意味着她已经达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 他们认为 金英奖的评选应该更加公正 客观 而不是被流量和热度所左右 颁奖典礼上 当张凯丽宣布赵丽颖得奖的那一刻 众星的表情也是各异 有的淡定从容 有的则略显惊讶 赵丽颖本人在领奖时 虽然情绪相对平静 但眼中还是泛起了淡淡的泪光 这让人不禁想起她之前 获得飞天奖事后时的激动状态 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于这场风波 大部分的网友粉丝觉得赵丽颖是无辜的受害者 她的努力和付出应该得到认可 也有人认为 金英奖的评选确实存在问题 需要更加公正 透明 无论如何 这场风波都给赵丽颖的金英事后之路 增添了几分争议和质疑 其实 无论是赵丽颖还是金英奖 都需要面对这些争议和质疑 对于赵丽颖来说 这是她成长道路上的一部分 也是她继续前进的动力 对于金英奖来说 这也是一个反思和改进的机会 只有不断完善评选机制 提高评选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才能赢得更多观众的认可和信任 总之 赵丽颖首封金英事后 虽然遭遇了一些质疑和风波 但这也是她演艺生涯中的一部分 无论结果如何 她都已经用自己的作品和实力证明了自己 未来 她还将继续在演艺道路上努力前行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最后再一次恭喜银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